消费者到传统市场买牛肉时 常分不清楚自己买的牛肉产地来自哪一个国家 为了加强消费者对牛肉标示的认识 9月中起规定贩售业者必须在外包装 或是透过立牌标示板菜单注记等方式 清楚标示牛肉原料来自哪一个国家 提供给消费者便是 为了加强食品业者和消费者对牛肉标示的认识 新修正的食品卫生管理法规定 牛肉必须强制标示原产地 未来不论传统市场、大卖场、包装、散装食品等等 以及直接供应含牛肉餐饮场所 包括餐厅、素食业、夜市美食街等等的牛肉产品 将全面强制标示牛肉原料的原产地 在民众选择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特别注意 看这个标示够不够清楚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厂商 他没有很明确地标示 这个牛肉从哪个地方来的时候 那消费者可以不要跟他购买 而且欢迎您打电话到基隆市卫生局 我们的电话是2423-0181 转食品卫生科 您只要通报给我们 我们就去帮您做查核的动作 那如果说这个厂商已经很明确地标示 这个牛肉的来源国的话 希望大家就可以安心地选购 因为我们的卫生局会针对 它所提示的这个牛肉来源国 然后去查核它的来源资料是不是正确 那确保民众的安全 针对未来规定所有含牛肉的食品 都必须在外包装 或是透过立牌、标示板、菜单、助记等方式 清楚标示牛肉原料来自哪个国家 提供消费者辨识 餐厅业者也都抱持谨慎并负责的态度 配合遵守规定 让民众吃得更安心 我们饭店本身进口的是澳洲牛肉 连莱克多巴筋 连瘦肉筋的这个部分 完全让民众使用没有疑虑 那政府这个支持 这项政策我们很支持它 吃的都是越自然的东西越好 不要太多的添加物 对啊 所以像这边来说 它都是有经过一些认证的东西 那我们一般民众在这边吃起来 会比较安心一些 消费者到传统市场买牛肉的时候 常常分布清楚 自己买的牛肉产地是来自哪个国家 基隆市卫生局表示 像传统市场业者 如果屠宰的牛肉是从澳洲进口 摊位前的立牌就必须写上 本店使用澳洲牛肉的字样 让民众一进门 就清楚知道自己要吃的牛肉来源 以确保消费者使用上的安全 我们非常的支持 因为这样子除了提供 就是说客人他买的权利 然后也对我们店家 表示一种负责 对 那我们主要的来源就是 澳洲还有黄牛肉 这是我们恒顺牛肉 最主要的来源 那我们澳洲的 我都很反应 所以客人也很爱吃澳洲的 没有人也爱吃米国的 是因为恒顺它有标示 所以我买的就比较安心 家里人的人吃的比较健康 新修正的食品卫生管理法公告执行后 所有相关业者一进查获 唯一规定标示牛肉原产力 将一食品卫生管理法 处3到15万罚还 技用士卫生局强调 为了确保饮食安全 除了持续加强继查辅导之外 也呼吁消费者 标示不清者不要买 食品来源不明者也不要买 食品夸大不识者不要买 有疑虑随时可以向卫生局询问 卫生局也将加强稽查 严格把关 记者告示婷 陈建勇采访报导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